再来我们带大家来到了 苗栗三亿山区来看看 这一边有一座小祠堂 进到里面您会注意到 写了一排字 写什么呢 上面写着 王静姑娘之位 就一个石碑就摆在里面 大家可能好奇了 王静姑娘她到底是谁 外地人不知道 但是当时她是谁 当地人对她可是知之甚强的 这个王静姑娘她到底是谁呢 她是一位大户人家的曾经 那一年来到这个地方出游 结果不慎遇上了土石流 整个人就给埋在这片竹林里 一直到民国85年 她不断不断透过各种方式 民事暗示 要附近路过的任何人都可以 帮她解脱出来 让她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这一段的奇遇记当地人 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但奇怪的是 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跟机会 让官圣帝君愿意出手 帮她这一个忙 她那时候是仙姑去的时候 她就让仙姑站上她的身 以仙姑的那个语气在讲啊 她是一开场就是用唱的 然后才用讲的 那个石碑要立起来的时候 突然一阵香 很香的那个 应该说是花香 可是我们也说不出什么花的味道 类似桂花香 花香其实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好的 为善的这个姑娘 就是等于是她还没有成神 苗栗三亿双坛春山区 有一座供奉王敬姑娘的小祠堂 她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会跟桂花扯上关系 得从民国85年 一条山路僻建的往事说起 这边开始就是三亿乡 为什么会开这条道路 当时啊 因为很多乡民认为说 应该要有替代道路 我们有好几个 我们在地的农民去山上 自己去拉出这条线 才把这条路开完成的 为了方便村民超进入下山 三亿资深乡民代表张玉凤 当年争取经费 在满山遍野的竹林当中 开了这一条 近一公里的小山路 工程进行后没几天 住在道路起点 一户人家的女主人 却在午睡时做了一个怪梦 就有一个女孩子 看起来不是现代的装扮 然后她跟我讲说 你哪边开一条路 开到我们了 我说开到你们了什么意思 她说我们全家人都在那里 你在那开一条路 动到我们了 奇怪 山上没几户人家 每个邻居她都认识 就是没有看过这一名身穿古装的女子 她显给我看 显那个画面给我看 就是他们一大票人就走 走在那个山上的林线 好像在林线上面 好像是抬轿 然后很多家丁 就是一大票人 前面也有人 后面也有人 很大票人 梦境里那位成交出友的千金小姐 走着走着竟然 突然就应该是地震 突然那个就摇 然后那地就开始裂开来 裂开来以后 他们就全部就掉下去了 那个土就这样子 就好像是土石流这样 就全部掩埋掩埋 把他们那一大票人全部埋在那里 好恐怖又写实的画面 这是梦中女子的亲身经历吗 她请托村民 向政府承情暂停凯路 不要让她无家可归 我就说 那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然后他献一个那个 那个石碑给我看 就写很多字 写很多字 然后就一个王 然后下面只有一个字 可是那个字看不清楚 我说王什么 他就没有给我讲 他没有给我讲 我就说 好啦 那我改天再给你出来 被以为只是怪梦一场 这名女主人本想敷衍了事 但是王姑娘却一再纠缠着她 我就说 不行啦 我要上班了 我已经耽误很久了 你有什么事 改天再跟我说好吗 已经3点15分了 我已经耽误太久 我要去上班了 在模糊的梦境里 王姑娘交代了她 住在竹林里的哪个范围 请女主人亲自走一趟 没多久 吕一珠终于醒了过来 后来我就起来的时候 我一看 哇 这就是3点15分了 就是完全一样 怎么会这么巧 难道梦中的王姑娘真的存在 于是她约了丈夫陪她 往竹林的深处走去 想一探究竟 到那边的时候 一看到那个后面有一家徐家 她的房 那个旧房子旁边 就有电线杆 就觉得真的会有这样 从门进到竹林深处的旅仪珠 被眼前景象给吓傻了 就站直来看一下 就一直瞧那个位置 瞧一瞧 瞧一瞧的时候 当两只手这样瞧瞧 伸直的时候 平行的时候 那前面真的就是 那个山壁真的就有 那个凹进去一块 真的就有那个情景 吓一跳 原来真的就有 母太太她不是这里的人 那她是阳眉人 第一次来这里 她做梦的情景嘛 我们幕后了以后来看 还是那个 跟她做梦的情景是一样 看到这里 夫妻俩完全相信 王姑娘真的有求于他们 于是跑去找了张玉凤陈情 商量山路能不能绕道 一阵沟通后 张玉凤答应了 我们当初是想给她 请到万三名寺去 可是她不肯 她说她不要走 她不要走的话要怎么办 是啊 总不能老在竹林里 当舞主孤魂吧 王姑娘托梦的消息传开以后 村民决定到附近的官圣宫 找官圣帝君出手帮忙 要怎么办 那我说说 最主要就是要做一个文章 请她出来 后来就有做 请她出来就到我们这边庙里 废话讲出来嘛 据说官圣帝君当年派出鸡童 到竹林传王姑娘到庙里协商 赵玉凤当时人也在现场 那一幕她永生难忘 拿一些糖果柴柏就现场画 当时就是跟她讲的时候 就整个现场就有很多那个 虫叫声 那个不知道什么声音 就很恐怖的一个声音 听到就有一点的在起鸡皮疙瘩来 阴森麻令人发毛的还在后头 一行人请了贵客去官圣公后 傍晚时分 村民们不约而同 都听到了这个声音 那时候就是听到那个狗叫声 是很远的声音 然后很远吹狗来 然后越走越近就越来越大声 越走越近就不同家的狗 不同家的狗在吹是这样 一直到我们的官圣公旁边 那个狗叫到很大声吹狗雷的声音 我们大家想到奇怪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那个吴大哥就说 哇 他已经来了 狗的灵性 他的势力都是比人们好 那这个他看到这个灵的东西 看到好兄弟 他往往就会很自然的去哭狗雷 据说当时官圣公前狂风大作 庙里的鸡童开始不停战斗 那时候是仙姑去的时候 他就让仙姑站上他的身 以仙姑的那个语气在讲 他是一开场就是用唱的 然后才用讲的 到底讲了什么 江家在鸡童身上的王姑娘说 他方林17岁 百年前被一场地震 活埋在竹林深处地底下 希望官圣帝君恩准他继续留在当地修行 说着说着还向纪录的笔声更正他的名字 就是好像用那个无形的声音跟我讲说 他把我名字写错了 我就说是吗 我心里就想说是吗 后来我就走过去跟我那纪录的吴大哥讲 我说大哥你把他的名字写错了 姑娘曾经说他姓王敏静到底哪里有问题 那我那吴大哥还讲说 那哪里他怎么讲王亲就王亲 我怎么会跟他写错 我说真的 他说你跟他名字写错了 那后来就再问那个党纪 他附身的党纪嘛 就说王姑娘你说你是王亲 像我们那样叫亲 他就说那样亲的亲 结果他真的就帮他写错了 也因此石碑上留下的就是 王敬姑娘之位 这也是官圣帝君的恩赏 他来讲话的时候他是很单纯 他说他不曾去那个做弄人 也没有什么 他不曾是像说骇人一样 他没有 后来恩赏公就讲话说 那你们要给他做一个纪念碑一样 是不是要做一个庙一样 他说不必 如果这个好兄弟是在那边 是为非作歹的 这个神明往往就会收服他 那如果他不是为非作歹的 那神明可能就会照他的意思 甚至在让他在那个地方 继续的修炼 据说生前低调的王敬 本来婉拒了神明的好意 后来村民还是替他立了石碑 因为有了明显的标志 至少不会再有人打扰他清修 这样子来讲 他要立这个公国就很快 因为很多人知道 那他就可以帮助很多人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国味 然后甚至晋升变成神 当初帮忙立石碑的人 驴珠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那一天也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要立石碑 来了一阵这个香味 也不是这个木头的香味 好像就是有一种发香 我们没有闻过的发香 一直到立好大概有20分钟 这个味道它就一直都不散了 他放眼一看 满山的竹林根本就没有花 一次桂花的浓烈香味 到底打哪来的 如果是闻到丝臭味的话 往往就是好兄弟 他没有任何的修行 所以就是他本身的气味 所以能够闻到这个花香 其实表示说 这个姑娘庙的这一个姑娘 其实有修行一段时间的 曹明国85年至今 王姑娘修行得如何了 没有人知道 但是在偏僻的三异山区 却经常有人上山祭拜他 甚至慢慢替他盖了香炉和铁皮屋 至少有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 据说这条山路多年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 难道是村民口中的王仙姑 冥冥之中的庇佑吗 无法证实 但这一段旋奇的幽魂立碑的故事 已经让纯朴的三异双坛村 意外增添了传奇色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